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淨宇 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資訊 先講講天文台的最新預報 最近天氣又熱又濕 最新預報如何?何時會下雨? 據報有機會有雷暴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氣預告 另一雙也講講各大熱話 據報有個80多歲的老翁在街上看了人一眼 結果被人出拳打 這麼兇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預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估計下週初又濕又熱 最高32度 一連五日有雨 下週後期有雷暴 報道的內文提到 天文台說受高空反氣旋所影響 未來幾日華南沿岸天色大智良好 日間嫌熱 預計下星期一4月15日 市區最高氣溫達到32度 不過隨著高空反氣旋減弱 下週中後期華南趙雨增多 以及有雷暴 預計下星期二4月16日開始 一連五日都有雨 下星期五4月19日 下星期六4月20日 就估計局部地區有雷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又濕又熱 這幾天雖然熱點 不過偶爾下街也有點風 適合逛下山或者出街逛下也沒有壞 另必須要留意 下星期開始一連五日有雨 另外下星期尾有機會有雷暴 另外也提及各大的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葵聰80多歲的老翁聽到一些爭吵聲 於是望一眼 結果被人拳打 再遭到扔雪糕桶 警方拘捕了人 報道記錄問到 葵聰的石黎一名87歲的老翁 日前4月10日途經街市對開的公園 當時兩個印度裔男子疑似正在爭論 聲浪太大 老翁聞聲望了一眼 結果被一名印度裔男子拳打 和扔雪糕桶 老翁報警 警員經過觀察和埋伏 在4月11日 即是第二天上午在石梨村的石安樓裏 拘捕那個50歲印度裔男子 涉嫌襲擊 引致造成身體傷害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不用那麼惡 你兩個吵架 有個伯伯經過見到 於是望一望 你又出拳 又丟這個雪糕桶 結果伯伯報警 第二天拘捕了人 事件調查 另外也提及有關 佐敦華峰大廈奪命火的進展 根據先導日報的報道 據報有母女當時熟稅 兩隻機警的狗狗 叫醒他們救回他們一命 報道的內容提到 相關火警相當嚴重 在4月11日中午 警方短暫解封大廈 被住客上樓收拾家當 取回旅遊證件等個人物品 有住客提供照片可見 大廈停電內部一片昏暗 後樓梯地面滿布灰盡 居住華峰大廈20年一對 南亞裔的母女 雁周 也返回現場拿貴重物品 他向記者表示 自己今次能逃出火海 全靠一對愛犬 他表示自己的兩隻愛犬 分別是紫娃華和北京狗 事發時他和女兒正在睡覺 期間被家中的兩隻愛犬 吠醒了才知道發生火警 隨即帶同兩犬逃生 他又說若不是兩隻愛犬狂肺 他和女兒可能都已經撞身火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兩隻狗做得很好 當時察覺有危險 於是叫醒熟睡的主人 所以動物真是認真有靈性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有個男子疑似在沙田的馬路 飛車送外賣 踩單車狂奔沙田馬路 不過事主很欣賞 就欣賞這個男子自力更新 報道的留言提到 香港的馬路之上不乏見到單車飛池 不過不少車主會擔心 踩單車者會否跟足交通法例 近日有網友目擊一個小孩 在沙田馬路之上 疑似踩單車送外賣 並和自己齊齊等過紅燈 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近日有網友在Facebook專頁 分享一條影片 片中事主處於沙田馬路之上 車的前方有一個約摩十幾歲的男孩 一手拿著外賣坐在單車之上 試圖以單腳踩著單車腳踏 單車左右搖擺約摩十幾秒過後 男者停下動作等待交通燈轉綠燈 事主一邊觀察男孩的動作 一邊為他旁白 就說小孩我欣賞你自力更新 送外賣賺食 也說單車不是電動 真的是純手工製作 並好奇他是不是想洗旺套路說我 事主也說如果輪近五十米至一百米 是沒有單車徑的話 單車其實是可以駛進馬路 但必須頭帶那個頭燈和尾燈 最終那個男孩就在綠燈亮起的時間 再次出發並轉彎駛入行人路 事主打趣地說 小孩起步相當年齡 後身是不同的 有評論回應指 其實這個小孩還肯跟那個燈來行車 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話說日前有一個片段說到 在馬路之上看到一個小孩 就踩單車送外賣 不過相關片段就不是被人公審 而是惹來欣賞 讚賞這個小孩自力更新 以及當時都跟足交通規矩 希望這個小孩路上平安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有個內地女子 分析香港人不懸賦 即是不浪費命說自己有錢的四大原因 引來熱議 網友就說 那是你不知道他們喜歡懸賦甚麼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更有一個內地女子 在小紅書發貼文 說香港人雖然很喜歡錢 但不喜歡懸賦 並分析香港人不會懸賦財富的四大原因 隨即夜來香港和內地網友熱議 有人同意她的說法 亦有網民表示其實只是她 不懂得港人喜歡懸賦的是甚麼 根據那個內地網友就說 他認為雖然香港人很喜歡錢 一生都為錢奔波 但就說如果真正認識香港人 就會知道香港人就不會像一些跟香港片段當中 表現出來就說很喜歡在現實或網路之上懸賦 原因一就是財不外勞 她就說這個跟廣東人有點像 不怒財不懸賦正是廣東傳統文化的一種 原因二避免仇富 那個內地女子認為香港人即是有錢 不過就懂得隱藏鋒 因為懂得妒忌 會令人扭曲的關係 保持低調才可以維持親朋好友之間的關係 原因三是注意私隱 她就說香港人保持低調 不是因為謙虛 是因為注重私隱 懂得自我保護 認為真正有實力的人 是不需要高調懸賦的 她認為香港人知道懸賦是容易招來禍害 所以他們寧願選擇抱怨窮 更加指在香港街頭 不要輕視那些穿得普普通通 相貌平平的人 因為人不可貌相 隨時那些都是有錢人 對於那個內地女子 分析港人不懸賦的四大原因 夜來中港兩地網友熱烈討論 有內地網友認同 就說這個才是一個城市的包容 你有錢是你的事 我不介意 亦都不在意 不過也都有人認為 這個內地女子以偏概存 就說香港人各種名牌磅身 還不是懸賦 亦都說你就低調 很多港男港女都喜歡戴盧律士 什麼名牌袋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熱話估計在小紅書繼續激變當中 內地女子欣賞港人不懸賦 即是四大原因 總之就是懸賦的話 看來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後果 不過有人不認同 就說有些人一身名牌 兼且就是花很多錢在衣著名牌之上 不過其實真正有錢的人 真的不會這樣的 不會特地穿到整身很續套 通常就很低調 不知大家又怎樣看 不妨留個型聊聊天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